大家好 我是Storys 今天呢 我們又再度回到了北投的37年老屋改造 上一集我們帶大家看了 拆除工程以及結構補強工程 也同時做了圖面上的調整 那本集呢 我們會介紹泥座工程以及木座工程 這一集呢 也會同時檢查我們上一集已完成的項目 看看做出來的成果 屋主是否滿意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我們需要現場調整的 現在暗場呢 師傅也正在施工中 那我們設計室已經在上面了 那我們就上去看看吧 哈囉 師傅 今天還在做 對 我們現在的進度就是 昨天管勾鋼都填好水泥 然後現在在進行那個衛浴的牆面打底工程 那我們先看一下前陽台 原本是規劃是要做明盒插座跟明的開關 你說這個嗎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開關 可是我們現在打成暗管 對 就是師傅幫我們想的辦法就是從裡面穿線出來外面 然後並且有完整的切割磁磚 沒有讓磁磚破掉 那師傅還滿厲害的耶 因為他穿起來很漂亮 對 因為其實這個其實它很容易掉下來 那時候我們在打這個窗系冷氣的時候就掉了好幾片 所以我們有一些地方會需要修補 上面還有明線的部分是 會預留走冷氣的銅管跟冷氣電源線 雖然我們這邊改成暗的 可是我們上面還是會維持是明管的設計 前陽台的磁磚沒有要再改色 有 有要改色 這個明管的部分就是隨著改色一起噴 對 到時候一起漆白之後就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之後這邊就是一整面玻璃磚嗎 它原本的寬度就是我們照著原本窗系冷氣的寬度這樣打下來 可是現在有個尷尬的點是 那個玻璃磚的尺寸是一塊是20公分 然後現在這個寬度是73 73 所以就是擺三塊 然後切一塊 可是因為剛好屋主跳那個款式不能切 然後現在就是兩個選擇 就一個就是我們只貼三塊玻璃磚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把這個洞再加大一點點 然後貼成四塊玻璃磚 玻璃磚本身不能切嗎 就是要看款式 如果要打的話就是往這邊去打嗎 對 因為這邊的是柱子 然後這邊是磚牆 這邊可以打 因為有儲藏是有變動的關係 就我們平頂也有跟著變動 增加了一些千燈 哦 擔心會太暗晚上的時候採光不足 所以就是多配了幾顆這樣子 對 像是這邊的管構也都補好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原本後廊台有個門檻我們也打掉了 原本就預計要打掉 因為我們要裝新的三合一門 然後這個是泥座星座的泄水坡度 比我想像中的沒有那麼 因為本來預計不是說會墊的很高 對 因為現在狀態是還沒有完成 現在墊第一層而已 第一層 因為可以看到我們那個洗衣機排水管管境很大 洗衣機排水管 在那邊在那邊有新增一個嗎 對 還有保留原本舊油的 舊油的排水也有保留 是因為我們的陽台長度太長了 如果要清洗地板的話還是留一個會比較好 比較方便 沒錯 再墊上去就會比這個管子還要再高一點 對 還要再高 然後還要再加磁鑽的厚度 喔 好 所以現在是半完成 然後等到完成的時候 我才可以體感感受這個高低差 沒錯 你會感覺離天花板更近 那我發現它天花板這邊有700 有 沒有 其實它原本是灰色的吧 對 其實原本完成就是要灰色面 這個鋼板它原本就是用來做結構補強的 它其實在美觀上面就是沒辦法做到那麼好 會有一些水泥沙卡在上面 因為上次我有發現說 它其實像溝槽的 的確是有一些水泥的痕跡 應該算是正常 因為補強工程都是這個狀況 可以注意看在什麼橋樑下面都長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這是主家 所以還是要考慮一下 外觀上的好不好看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有跟廠商討論 他就說那不然我們把它整體一起漆白 效果改善非常多 好 那我們看一下克衛浴 欸 這個可以採了 喔 這個有乾了可以採 好 可以看一下我們現在有一些 心膜的水泥 這是原本舊插座的位置 喔 這邊 這邊 然後我們就把它填起來 這邊就是預留給免治馬桶嗎 對 這邊原本就是馬桶位置 我們有跟動的就是 把洗手台移到這邊 喔 移到這邊 然後淋浴器移到這邊 好 然後這個管子是幹嘛的 喔 這個是暖風機的風管 把它排到管道間去 上面有新氣磚 然後把它封起來 為了避免就是水氣跑出來 所以它原本兩間浴室其實 天花板上面是共獨的 就是會有互相影響到彼此這樣 然後現在把它填起來 濕氣啊 味道就不會互相影響了 對對對 那因為另外一間主衛浴正在施工 所以我們就不方便帶你們去看 接下來這間工程師 因為它地面已經填好 我們之後會進行牆面的水泥打底 那像這樣的打底 也要等到它乾才可以再上防水 對 要等它乾 現在這個是半乾的狀態 那邊做的工程會跟這邊一樣 我們的地平先打底 然後之後就換牆面 牆面打底完之後就做防水 防水完之後會再試水 確認不會漏水我們才貼磁磚 所以我們泥做工程 預計可能還會再進行兩個禮拜 就等它們全乾 然後試完水看有沒有狀況這樣子 沒錯 好 我們現在已經看完了整個房源的狀況了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工程進度還算是順利 今天呢是我很久沒有到現場 直接看師傅施工 因為師傅施工的時間都非常非常早 大概就是早上七八點 這個工班的每個人的歲數都超過六十歲 然後還做這麼辛苦的泥做工程 真的非常厲害 還有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上次在拆除的時候 其實有鄰居打電話來抱怨說 他們家的前央台磁磚鬆脫了 因為我們現場都會留設計師的電話嘛 就是打電話跟Rumi說 欸 你們拆太用力了 前央台磚都已經鬆脫了 不過其實這種狀況 老屋改造其實是蠻常見的狀況 因為畢竟一整棟都是老宅嘛 我們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就是會先聯繫屋主 然後也會聯繫工班 然後泥做師傅剛好進來嘛 所以我們最近這幾天 就會去幫鄰居一起處理這樣子 通常都會遇到一些什麼垃圾處理問題啊 然後例如工領域樓梯清潔不夠完善啊 或是他們會覺得我們垃圾亂丟 但是大部分這些設計師都會把它規劃好 現在泥座工程等到試水完可能也要兩三個禮拜後 那我們就那時候再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很棒 真的嗎? 真的嗎? 所以你... 就是這裡這個 現在還是水泥啊 水泥是小米 好 哈囉 嗨 耶 來看做好的浴室 好 這邊是柯衛浴 哇 然後就是比較無印良品的風格 像這種木紋磚它其實有不同的平貼方式 我們這次幫屋主搭配的是那種二五膠頂法 看起來比較活潑一點 就比較不規則 對對對 這個門是我們第一次使用 因為我們以前不是比較常使用那種白色的樹鋼門 屋主有提出想要木紋的質感 然後我就有拍了幾種照片給他挑選 這個也是樹鋼門嗎? 對這也是樹鋼門 實際成品蠻漂亮的 摸起來質感也還不錯 風格蠻搭的 圓弧形的擋水條已經完成了 對以後就是淋浴區會在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馬桶的位置 然後洗手台會安裝在這邊 女主人看到是蠻滿意的 可是男車還沒辦法想像說未來會怎麼樣 因為現在設備都還沒裝 我記得他最有疑慮的部分就是體積比較高大一點點 這是他未來的可能領域空間 他很在乎這個大小 其實我覺得占價還蠻大的耶 有依據他的身形幫他做了 揮滑是比較寬的 然後長度也有做比較長一點 因為之後領域龍頭可能就會加到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寬度有幫他再爭取的比較深一點點 活動性是很OK的 旁邊就是他棉製馬桶嘛 預留的尺寸對於一個男生來講也算蠻剛好 對就是你上廁所的時候你可能兩隻手 所以是這樣扯 對對對 這邊就是主臥衛浴 這就是女主人想要的這個六角磚 我們陪屋主去現場 此專門是挑的照片 淋浴區是這一款 還蠻多的款式 對當初在規劃的時候就是屋主提到說 這間想要有一點點變化 就是雖然是整個是暗色調 可是希望可能可以有跳色磚或是有花磚的搭配 我們實際上搭配看看好了 款式蠻多的耶 所以他是一組這樣拼起來的 不同的款式 可是因為他們色系是相同的 所以看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突兀 實際的拼貼效果 女主人覺得很滿意 一開始是有傳圖片給他們看 他們覺得這樣拼貼的效果是OK的 然後實際看的效果讓他們更為驚豔 比他想像更漂亮 這個是磁磚廠商提供的那種防美的填縫劑 搭配這個填寶劑很好看 那我們去看一下客廳的空調 因為他空間很大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想說 這一台冷氣應該會滿大台的 預計會放在這個區域 其實這個區域我們有調整過 原本第一次放樣的時候 是放在這個落地窗的正中間 屋主可能覺得說 他比較希望是這一堵牆的正中間 就是現在黃色膠帶的位置 就是他實際會安裝的位置 主要是希望可以裝在整個空間的長邊 這樣循環會比較好 那有遇到一個狀況是 因為考量到安全問題 所以我們童館的 啟動位置是在樑下面這邊 現在可以看到他現在有填水泥的地方 因為要包住冷媒管和排水管 所以導致我們這邊會 包比較低的一個木板過去 就是會包冷媒管跟窗簾盒 其實屋主蠻在意說 進門的空間降低 然後他會覺得很壓迫 所以我們後來就有調整了 不洗到涼的鋼筋為主 我們就盡量往上一點點 這個是冷媒的位置 然後這個就是排水管的位置 排水管也從原本那個出口 我們調整到這個出口 這樣子的話我們的泄水坡度 不用拉那麼長 排水管又可以再升高一點點 所以重洗了兩次的洞 沒錯 那我們去看一下前陽台 好 我們前陽台這邊可以看到 他現在都有抹上這種灰色水泥 原本屋主是希望可以保留原本的磁磚 不過因為我們那時候在規劃的時候 就有考慮到說可能 原本的磁磚會在拆除的時候破損 然後結果是在拆除的時候 真的有破掉蠻多塊的 我們就找相近的磁磚 可是最相近的二丁塊跟原本的有差一公分 因為那種以前的早期磁磚 其實要找到同款很困難 就規格會停產 要不要考慮改成 就是把原本的磁磚縫隙我們直接抹平 然後再上漆就會跟一般水泥牆面一樣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的這個效果 它其實是水泥在抹上去 而不是整個拆掉然後重新塗抹 對 所以它最裡面其實都還有磁磚 我們會保留它原本磁磚在裡面 再來先抹第一道是抹液角泥 OK 去填它的那個縫性嗎 對 然後第二道是在抹水泥的粉光面 之後還要交給油漆再重新劈塗一次 因為現在目前就是剛粉光完 還是有一些比較沒那麼細緻的地方 收尾的時候跟油漆一起處理 今天來看完這個現場 然後又跟我們設計師update了那個鄰居的一些不滿事件 因為之前鄰居有抱怨說他們家陽台的某些東西被我們弄出來 因為可能施工的震動太大聲 然後自從那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跟無主回報嘛 但是發現後幾天鄰居又開始啪啦啪啦 他們東西有些壞掉了 什麼東西有些壞掉 都因為我們的施工造成的 有一些可能是真的是這樣 有一些好像沒有什麼正相關耶 這部分呢我們當然一一有跟無主回報 但是最後還是有一點點可能會讓彼此雙方都有點不愉快 我們站在第三方就是可以幫忙協助解決的 我們就提供了我們的協助 然後讓這件事情就一喝為貴結束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鄰居至少他們並沒有到非常惡劣 會就是天天來干擾工程啊或什麼樣 所以其實還算OK 然後現在呢我們整個狀況就是 我們泥座已經退場了嘛 接下來木工就要開始進場 做木工的工程 主要呢就是會是平頂的部分 那我們下次來的時候應該是木工完成的時候 那我們就下次見 哈囉 嗨 好 現在木工已經退場了 對今天退場的 天花板的部分 然後還有隔鍵的部分也都已經完成 嗯全部完成了 上次有提到說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冷氣盒還有床連盒嘛 嗯嗯 然後我現在看到我覺得 這個層面看起來超級不像床連盒 跟一般市面上長得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擋板比較短一點 這麼短真的可以遮住床連嗎 擋板只有做三公分而已 我們是剛剛好擋住 窗連軌道那個五金而已 平常的窗連盒的高度大概就是 十到十二公分 對那樣子可以擋住軌道加 窗連上面的皺褶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屋主它比較有要求的地方 是希望一進門的地方高度可以高一點 嗯 那時候有現場溝通說 那不然我們就是調整擋板的高度 因為這邊的狀況是說 它如果再長一點的話 基本上這個鋁窗就會被擋到了 現在下來的話就大概會擋十公分左右 一進門因為地板還有墊高 所以一踏入室內的感覺會比較壓迫一點 在高度跟窗連之間要做一個取捨這樣 我有看到說這次天花板有做一個比較特別的事 有留了一個長型的軌道 對它這種是以後要裝磁吸軌道燈 然後它其實有兩種裝法 就是如果是水泥牆壁的話 它就是那種外鎖式的 但是我們因為有做天花板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比較美觀那種嵌入式的 喔所以它到最後會這樣平平的一整條 對它會跟天花板是平的 但是這部分要注意的是 就是要事先跟水墊跟木工都要溝通好 就是水墊放的位置跟木工要幫它挖軌道的管槽 軌道燈是水墊裝 可是管槽是木工要先挖好 要預留說 像這種軌道燈都有變壓器 所以是要預留變壓器的位置 可是它這樣的變壓器要放在哪裡啊 這裡我們有一個維修孔在這裡 所以之後要更換就是更換變壓器就好了 是 然後這個維修孔會開在這個地方 除了是軌道燈之外 它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之前天花板結構補強 然後這邊就補很大一片區域 所以這邊也會以後可以看上面區域的狀況 然後它這個變壓器要挑就是 像我們天花板因為不想降低太多 所以你可能要挑變壓器小一點的 可是這種不是都小小的一個而已嗎 其實沒有那麼小 像有別的暗場用過 可能天花板要降低15公分才放得下去那個變壓器 蛤 那麼大 那個變壓器要10公分 像我們這個挑比較矮一點 就是剛好我們才降10公分它曬的進去 那費用很高嗎 買這兩組大概1萬多 就是有時候買完一整間物質的 等級也可能才1萬多而已 但是因為這邊是客廳嘛 就想說它算是一個比較設計感的東西 整個客廳的空間感已經出來 因為它的這個儲藏室是已經做好割好了 對 之前還沒有做出來的時候比較沒有辦法想像嘛 那你現在看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空間還是很大 對 那時候有退縮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但是我覺得儲藏室是比我想像中的小一點 就覺得說它好像可以收的東西並不多 它這個裡面其實有大概0.9瓶 儲藏室一進去的面是大的話 其實收納力會比較足夠 然後我們有預留插座 就以後可以可能放一些電器都沒有問題 就吸塵器之類的 拉門的部分也是做貼皮 貼有一點點立體紋路的白木紋 這樣子未來比較好維持跟清潔 但是這個顏色比較有點冷 它會比較白一點 但是相較於油漆來說 我覺得木皮會比較好維持 儲藏室可能會常常開開關關的 然後這邊緊接著就是一個圓弧造型 我覺得做得非常的好 工序上要怎麼執行 依照你給的圓的大小 然後我們會去用甲板 最少是6分的甲板 去打出你要的內圓跟外圓 從你的隔間的總厚度的丸層面去扣 我們要用的彎曲板的材質 然後去把它的總厚度算出來 然後再釘起來就可以了 那彎曲板我們是用5米的彎曲板 小猴木匠工作室請支持起來 謝謝謝謝 有顏值又有實力 謝謝 對這拉門超級漂亮 就是以前都是用鋁框拉門 第一次用木工做的 我覺得就是讓我感受上有差異蠻大的 木工做的比鋁框好拉很多 它很滑順之外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做那種比較重的鋁框 它在推拉的時候很重 玻璃會比較重 可是我們這個還沒上玻璃 它整個就很溫暖 其實可以看到它這個雖然都是貼皮 可是你覺得它鮮接觸它的手藝很細緻 然後那時候是特別到工廠去看大板照 我真的強烈還是建議要去工廠看一下 真的感受會蠻不一樣的 有挑到不一樣的 就是原本小板是挑另外一款 然後看了大板之後 有 它在小樣上面看起來蠻深的 可是實際上你看整張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它很深 就是因為你顏色放大都會變淺 為什麼會貼這一片路頭 其實是當初這邊原本是一個餐櫃 跟一片原始的門片嘛 拍掉的時候就有傷到旁邊的磁磚 然後雖然是有幫屋主用水泥把它抹平 這裡這裡這裡 糾補的痕跡 也有跟屋主說 可能之後七一擺的時候 這個水泥跟磁磚的面材 還是會看起來不一樣 屋主雖然是接受 可是那時候我就幫它多想一層是說 我怕到時候收尾起來真的不好看 因為是舊牆一定會不平整嘛 重新封一個門框的話 其實你關起來反而會比較沒有縫隙 除了天花板還有做房間的門嘛 對 我有發現就是這個顏色 是不是跟那個拉門的顏色是一樣的 對 就是為了讓整體的色調比較統一 我們其實除了出藏室的門片之外 我們都是挑這款木紋 我從裡面看的話它是有留一個縫隙 它實際上是完全密合的 它有一種被吸住的感覺 你看這邊看起來有縫隙的原因 應該是它這邊有幫它留了要做這個 防撞條 這種是因為我們木工是重新做門框跟門片 所以它可以做那種嵌入式的 這樣做起來都是木工自己手工做的 對整組的自己做 所以會感覺起來更符合整個空間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算是規格品的部分 所以它只有白色咖啡色跟黑色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面牆有重新抹過 沒有耶 為什麼會重新抹過 就是你有看到它水泥的顏色比較深 是因為當初在座旁邊這個清格間 所以它原本是白的 對 這樣完全認不出來 原本原始的壁面一樣是白色 它現在變成水泥色 棒樣這個清格間的時候我發現說 它這舊壁面的斜度 從上面斜下來有差不多斜三公分 這樣 這樣 它接不起來 對 就如果你新的牆面我們一定會抓到垂直跟水平嘛 那跟舊牆接起來就會顯得舊牆的歪斜很嚴重 跟舞主建議說可能就是要用泥座的方式 把這些面牆先重整過 然後後來是整面都有打掉重做 不能夠就是說 欸 這邊比較斜 所以我就上面補平 一直用補的話可能厚度會一直增加出來 工程做到這邊呢 大家已經可以一步步看得出我們整個家的輪廓 那接下來的工程呢就是油漆 廚具已經訂製好了 然後接下來就等它進場 那現在設計師也在陪同屋主做家具的挑選 也是要等家具的進場 那下一集呢 我們就會跟大家更仔細的介紹這些內容 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下一集會分享 所有工程的預算到底花費多少 所以看到這邊記得訂閱我們 也不要錯過下一集的內容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bus 務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